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事情是跟铁头在靖国神社尿尿关 在日本的有个姓董的29岁的学生孩子被抓了 原因大概参与尿尿这件事情 他一个人尿尿 两个人帮忙 所以这是其中的一个帮忙的人 他一个人留在日本 我不知道他没有讲他的身份 但是他是帮着去买的油漆 就是他参与了这件事情 所以就被日本的警方给抓了 日本的警方挺逗的 他有一个公共安全部 所以通常日本人管他叫公安部 所以日本的公安部抓捕了这位姓董的学生 他犯网了 跟大家分享这段新闻 事件をめぐっては靖国神社と見られる場所で 男子が落書きをする動画が中国のSNSに投稿拡散されていました この動画の落書きをしたと見られる中国籍の男性は既に出国していて 捜査関係者によりますと 今日容疑者はこの男性らと凶暴した 基本上就这么段新闻 铁头 不知道 因为这个罪名 这样的罪名本身已经有了 地方警方的陈述的文件也都有了 我不知道日本是不是国际刑警组织的成员之一 如果日本向中共国发出了通缉令 对 发出了红色通缉令 要求中共国引渡铁头 他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想而易记点 因为从他本身的新闻报道当中是这么报道的 当然从通缉令的本身来讲 他的罪名能不能上升到通缉令的角度 相信是由国际法来决定 就是这些司法的本身的 他的专业人士去决定 这是肯定的 而铁头今天在中共国境内 是非常的变成了人人喊打 在所有的社交媒体 他是做社交媒体的 他靠这个播东西来赚钱 就像我们播新闻一样 而他制造的到靖国神社 尿这泡尿的故事本身 是想能够使得他的社交媒体能够炸起来 对不对 他利用了中共国 在中共体制之下 中共国民以日本为对象 所一直延续着维系着 或者说叫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 那他也想利用这一把 那他自己也表现出爱国主义的那种愤恨 从而啪就干这么一把事 但这票活干完之后呢 实则其法 在中共的反应的本身也蛮特别的 把他就全都封掉了 微信微博抖音大概都封他了 然后他自己曾经去过 大概微信微博去总部去告乎状 现在看来没有太多的一个结果 从网上整个反应的角度来讲 他成为了铁头成为了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在新闻下面的留言也都基本上都是人人喊打的概念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象征 一种相生相克的道理在现实的环境中充分的显现出来 那我回过头来刚才我们说那话 那中共国会不会遣返铁头 他不叫遣返铁头 就是引渡铁头到日本受审 这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如果日本人去颁布引渡令的话 会不会这样 有朋友可能会觉得说 因为他是中国人 应该不会这样 大家知道维基解密的主角 对不对 关了15年16年 他躲避了15年16年 在监狱待了60多个月 在英国的监狱 之前在厄瓜多尔大使馆 住伦敦的大使馆躲难 所以他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而他是澳大利亚人 那要求引渡的是美国人 那在确定他是否被引渡的 是英国的最高法院 然后他最后达成的协议是 是来到了这个美国的飞地 在接近这个澳大利亚的地方 所以接受了一个法庭 完成了一个法庭的程序 大家注意到这故事就多了 对不对 英国的监狱 澳大利亚人 美国颁布 美国颁布法令要引渡他 那他自己在从英国的监狱 到美国的法庭的过程中 他自己要付钱 去承担旅行费用 美国人不承担 英国人也不承担 所以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政府就这么看 所以这就是一个 这是一个完全可以类比的故事 我们不去讨论他罪名如何 大家要知道 这是一个法律程序的问题 当法律程序的问题 走到这一步的时候 就是众目睽睽之下 他肯定按照法律章程去走 铁头肯定也有这个问题 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 当他被 比如说他被遣送 他被这个通缉 中共国是不是 把他送到日本法庭 这个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对不对 中共国要把铁头送到日本法庭 这是完成了今天 在国际法当中 他应该负有的责任 那在国内将会产生什么样的 影响 其实他会出现巨大的争议 这是肯定的 那比如说 很多中国人今天 在铁头尿了 靖国神社这件事情上 那大家都非常反感 所以他就把爱国主义的一切 把他自己利益的一切 拴在了一个在中国人当中 是不可碰的东西 坟头 死人 那是靖国神社 那是在日本整个历史期间的 所有为国家战死的人 可不仅仅是二次大战 二次大战仅是他的一部分 在他的历史时间的角度来讲 那你家有坟头 他家有坟头 对不对 中国人对墓地 对坟头 对祖先 到现在 依然留有了一份情感 那是不可碰的 挖了他们家宅基地 挖了他们家的坟头 平了他们家的坟头 这都是大逆不道 那这个传统呢 就像当时的周文王 周文王在建立灵台的时候 他靠灵台是文王利用他的特异功能 现在话 灵台用他的特异功能 能够跟天地沟通 来服务他的周朝 那他跟天地沟通 他不是占天斗地 他是要用人的一个君王的概念 利用他自己的 被授予君王的这种特异功能 去看天象 看地脉 然后来告诫他的子民 如何顺应天象 如何顺应地脉 它是一个顺应的概念 它不是占天斗地的概念 那在做灵台的时候 所有参与建筑灵台的 那文王是从国库里 拿出黄金白银 是发工粮的 发钱的 一天给多少钱 在他挖灵台的时候 就遇到了一份 无名尸骨 就一块骨头 然后文王就大哭 然后就说 他犯了伤天害理的罪 把人家的枯骨给挖出来 其实也不是他挖的 就是工地当中挖出来 那后来 这个 三一生大概劝他 三一生是他的大幕僚 就是大军 他不叫军士 就是文官的这个最高的宰相首相 劝他 说你造福于整个人民 那这种事情呢 在这种失地当中呢 偶然发现是可能的 那后来就 文王就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就用了很讲究的官就 就把这段事故 放在官就里 然后移到高处 焚香跪拜 这是中国人 那周朝留下来的文明 在文字上能够追溯到那 你可以讲那是假的 说那是风神演义 我个人觉得 这是个很荒谬 很荒谬 它也不叫荒谬 它是在中国的传统文明中的一份迷障 你把它叫做神话 就像我跟朋友解释的 每一个人的梦境 对于自己的肉身 对于自己的现实 就是一份神话 每个人的梦境 对于我们现实的生活 就是一份神话 因为你控制不了它 你不能够约束它 但它却能够影响你 你能够感受到它 你无法跟别人欣赏 但它对于你来讲 你我来讲 都是真实存在 那如何解梦 就成为了一份学问 甚至是一份特异功能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生命道理 今天的人就完全完了 所以实际 我想中国人在中国人内心中 绝对大多数中国人内心中 尚存着一份善念 从而拒绝了铁头的做法 到晋国神社 对不对 中共国带着中国人 一直在抗议 安倍晋三又去烧香了 谁又去烧香了 谁又去烧香了 是不是 你去烧香了 你就不对了 你就不成了 你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 中国人民绝不饶恕你 那他尿泡尿有什么呀 他没尿坟头啊 他只是尿了 晋国神社的那个牌楼 那块碑就进晋国神社 前面那块碑那块牌楼 中国人不干了 所以他以最激烈的爱国主义的方式 却激发起中国人民 普世内心深处尚存的善念 这是铁头干 那所以就 我想这件事情呢 他更大的意义就是 唤醒了人们 所以在唤醒了人们的背景之下 那中共 会不会把铁头 真的给 还给日本人去受审 我们不清楚 铁头接受有人去问他 铁头说不知道 他没有接到通缉令 那我想说呢 就是爱国主义的破产 这真的是爱国主义的破产 跟大家分享 简单下面的一些留言 在这个留言下头不是很多 在另外一个贴子下头 留言蛮多的 因为这件事情是今天刚刚出来 所以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刚才看到了 看到了这个留言 只能说很令人感触的一件事情 就在应该是下面 就在你别给他送走 肯定会大分裂 这是没错 中日对立的背后推手就是共产党 煽动民宗情绪跟敌对情绪 为了转移转移国内 在今天的 在今天的 现在的这个 这个 中石油吧 不叫中石油 中粮 中粮用油罐车装菜的油 这个成为了他整个在全国 进行油料供应 食用油供应当中的一个自然的东西 是从2005年到现在 一直是这么干 到那边装柴油 卸完柴油装菜籽油 卸完菜籽油再装这个汽油 装完这个低档汽油 到那边又装了花生油 反正都是油啊 无所谓 对不对 那我这罐子就是装油的 所以什么油都无所谓 你别给我装水 所以这件事情 在有关抗疫辅导辐射的 这个所谓废水的问题时 就变得非常的荒谬可笑 就是不仅仅是荒谬可笑 这是代表今天 中共国人的悲剧 日本是国际刑警成员 可以全球通缉 这是我们刚才讲过 换个角度上说 在中国某处尿尿会不会被判刑 民粹不除 坑中国不止 什么叫民粹 爱国主义 支那人 这是很显然 很多人骂中国人叫支那人 这个追不到人的 日本人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日本人也是有态度的 背上日本犯罪记录后 西方就不用再去了 拘捕购买喷漆的 喷漆的同伙有点牵强 相信也难以入罪 铁拳在铁头身上 那为什么抓捕他 你要注意到 他抓捕的理由很简单 叫做毁坏财务罪 毁坏财务罪抓捕他 很显然 是日本人不干了 法律可以认识解释 日本人不干了 那日本人不干了意思 这个事情完全可以不用追缴 那追缴尿尿 在靖国神社那地方尿尿跟写字 针对靖国神社本身 就是这件意义的本身 没有罪名 但是靖国神社是日本国家的 它是日本国家的财产 日本民族的财产 这不就是日本人不干了吗 所以才干这件事情 听话听音 锣鼓听声了 法律是这样的 小沙 小沙威 被坑了 下辈子聪明点 被谁坑了 被共产党坑了 社会主义铁拳砸到了矛头的时候 就砸到 这种离境也能是这样的 建议应该进行编刑 大快人心 抓得好 要重判 看来脱敏训练还不够 得害得更加 这是个大傻叉 好好去死吧你 应该通过外交召会 那中国政府要求转交铁头 日本人永久签证 基本上没戏了 回祖国 回祖国吧 法治社会没事 毛泽东六次感谢日本人入华 跨境追捕 引渡到日本堆监 敦监狱 中国的水深火热 和社会主义铁拳惩罚效果 搞不好 比日本判得更高 有人说 可能中国人判他 为了避免他 去日本受刑 爱国主义破产 就是利用对营销 对日本人的仇恨 所滋长起来的 整个的爱国主义 遭到了铁拳的报应 被打碎了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